发的片状皮肚 竹孙用金色的浓汤煤煮 接着 海参鞍纯淡在沸汤中打个滚 再拿80度的水给鲜豹鱼冲个澡 排队备用 取锅倒入浓鸡汤 挨个儿进锅 加上熟鸡丝 熟猪肚和食耳在锅中汇制收汁 起锅装盘后 用超熟的菜心与枸杞加一点缀 五颜六色 浓香四溢 日前 记者见到安徽省现代灰菜文化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尹金林时 他刚忙完当天的疫情防控志愿工作 随后便走入自己的工作室潜心研究现代灰菜 并现场展示这道灰菜经典名菜 李鸿章养生会的制作工艺 尹青林介绍说 相传1896年李鸿章出访时 为殷勤美国宾客而无意中创制的这道李鸿章大杂烩 1988年 中国名菜谱安徽卷 他入选为地方风味 曾拜鲁菜大师王毅君为师的尹青林 深安鲁菜吊汤三昧 于是他将鲁菜的吊汤技法 对这道传统菜进行改良创新 我们2016年正好是中美文化旅游年 我们去了美国 把李鸿章养生会分了几次的一个制作和呈现 因为我们有这个信心 有这个实力 让这道菜肴在美国120年以后 让我们的国际友人能品尝到不一样的味道 不一样的中国 不一样的安徽 尹青林告诉记者 安徽人杰地灵 名人辈出以历史名人命名的菜很多 李鸿章大杂烩 包工宴席 胡适一品锅 近年来 随着大众对健康饮食的重视 及社会倡导培养勤俭节约习惯 破除餐饮奢侈浪费等不良习俗 名人菜正从高阁走向亲民 不断推陈出新 文化味十足的名人菜一入寻常百姓家 名人菜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这种文化的话 它用叫味觉文化来传承它 这样让一代一代的盆人工作者 包括我们的食客能记住这种情怀 留住这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让这种饮食文化能得到更多人 更多食客和社会的认可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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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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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